大家已经经历了微商赛豪车赛豪宅 甚至赛男朋友赛旅游 赛比基尼各种炫耀 现在极微商的这种炫耀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炫耀创业炫耀学习 很多人朋友创业了 我也要创业 然后创业炫耀 我今天创业了 创业棒棒的 美眉的都是这种 我今天学习了 买一本书人类简史 棒棒的 我今天参加学习了 棒棒的 他除了照片 除了炫耀 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学习 认真的创业 这种创业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给别人装的一种创业 给别人装的一种学习 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很多人都说 说红尔你给我推荐一本书 都是装的 书不是别人给推荐的 是自己发现和所找的 是吧 说红尔你给我推荐一个 哪个项目能干 我给你推荐你也不干 每天铺天盖地 都说红尔你给我讲讲创业吧 怎么赚钱呢 这些都是在什么呢 都是在炫耀一种创业 都是在假的 因为工作不好了 我创业了 我比你们强 你们还工作呢 因为呢 是什么呢 你的生活闲的 我创业了 你看你们闲子呢 因为你现在被别人瞧不起 我创业了 我要立志 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才有了人民网所说的 叫做炫耀式的创业和炫耀式的学习 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种主流 然后呢就变成什么 变成一种贪婪之心和恐惧之感 一方面你这贪婪的炫耀着 另一方面恐惧着 哎呀怎么办呀 迷茫啊 一遇到事情就没钢没铁没志气 然后就淘汰了 然后就攻击一块骂 骂 你看炫耀学习的都在骂老师 炫耀学习的都在骂教材 炫耀学习的都在骂他的社群 骂他的创始人 炫耀创业都在骂社会 炫耀创业的都在骂这个新零售 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时代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啊真正正正实打实的创业的人 不说话 像我一样苦逼的 说黄克你怎么天天拍短视频呢 拍了1500条的你还拍呢 他不知道我可以三个平台 把所有所有短视频放上去 然后呢就会等到很多很多 比如现在就有很多的平台邀请我说 哎你能到我这平台来讲啊 有可能就会有翻灯和得到这样的平台来喜欢我吧 没有这样的平台可能有三四五六这样的平台吧 可能有很多很多产业的人说哎 红克你太棒了啊 你讲这些东西不是一般人能讲的 这都是脑袋里和精力和时间的啊 有精力的人好了 我懂你了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创业者默默的在付出 你们不写一篇文章 不做一篇短视频 你要说我是自媒体人了 那都是炫耀的当自媒体 说我创业了我今天你想赚钱啊 那是炫耀的啊 我要学习了 我今天就成为一个大咖那都是炫耀的 别炫耀了行吗 别浮躁了行吗 别今天干这件事情明天就想收获行吗 你们穷的不是一年两年 你们无知不是一年两年 是不是啊 所以要给一点时间 让自己慢慢的产电 慢慢的付出 慢慢慢慢的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炫耀创业和炫耀学习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呢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谢谢啊